台南市議會在去年12月25日才開完第三次第六處的臨時會 因為中午算案的法定定屬未完成 因此今年在決定加開第七處的臨時會 原本拜定議事立定是一月八到十五 不過現場因爲有定屬議員意見不一樣 因此套過那份協商 最後確定是一月十八到二次開 我們從定期會然後到臨時會 然後再加上現在我們又要再召開一個新的臨時會 我覺得這樣開會的時程太過密集 而且在於說定期會還有臨時會的期間 有一些議員跟我們市府所要的一些資料 也並沒有說來送到我們的手上 然後一些選民服務還有一些都也擱置在的時候 看是不是我們這次的臨時會 我建議是說延到延到18號以後再來做一個召開 延後的部分當然是有時間盡量開會 我相信大家都願意做這樣的工作 不過當然越晚年的時候我相信大家的工作越多 尤其是有的時候要先去趕村一下 有時候要先去拜訪一下 我相信我們大家議員工作都非常多 當然醫生要不想到 我們整個市府要運用的時候一定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所以個人是建議說1月8號如果是可以新開會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一下 這段時間我們市政府有很多工作 叫我們府處各地方的民眾服務案件 我應該就一個時間來整理一下 再來開會不只是一直開一直開 很多案件都沒有處理 我覺得這效率上不好 日期就改為18到27 那原則上那我們的程序就像這樣 那其中包括我們128號 那個討論事項 有第23讀的議案 cable 23讀會 還有審查核一張的提案 那原則上在26號、27號 兩個也是員的大會 這次的elim DCת彔 除了要完成中午算案的23讀會 另外市府還送了7教burg 總經費1420萬的電府刑案 加上萊豬靜靠 地方自立丁裂是不是有危险 定署委员要求 担对萊豬靠 要打开专案的报告 台南新闻人跟蔡宏博德